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协助Eddie的拉姆律师也毫无头绪 直到律师进入与查案关碰面之后 才知道Eddie的录供程序已经在昨天完成 既然这位律师似乎毫无头绪 现场记者只好联络行动党假洞区国会议员林立颖了解详情 本来我们约好说今天一点 我们新党党律师会陪同他去给警察的口供 警察那边也约好了今天下午一点 这个是昨天讲好的 不过昨天长晚他的手机就关掉 然后昨天晚上那个查案官就有通知我们说 有一个马来律师带他去警察机入口供 然后刚才我的律师还没到警察之前 我们有在尝试联络他 他也是关机 他太太也是没有听电话 此外林立也提到 不少华盛人士愿意提供艾利援助 包括精情尊重和协助他找工作 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关机消失 因为我们都是要帮他嘛 就我不懂他搞什么 所以我们希望不会有有心有机心的人士 想利用他来煽动种族的课题 现在他艾利又搞失踪 不要接电话 所以我们也就放一边